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款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对象检测的视频 最近其实我在这个技术频道发视频 还真的就不是很多了 不像前两天这么多了 主要一个原因是我正在参加这个大数据AI开发大奖赛 发现怎么说呢 大奖赛是好手云集 第一个阶段过去之后 按理说我的成绩我自认还不错 我拿到了这4400张的训练数据 然后拿到了1000张的考试的数据 对吧 让我训练出的模型 然后参加这个考试 我考了大概74分 就说1000张图片 我预测对了744张 那就算74分对吧 我自己认为预测还算可以 当然精度还需要再提高 因为我当时训练我自己的模型的时候 确实出现了样本不均衡的情况 其实我准备再调整的 结果我一看 没有好多其他的参赛选手 有60个多个人参赛 然后最后真正提交成绩 大概是二三十个人 现在还没有结束 二三十个人 我排在第15位 不是很高 对吧 然后最高分能考到98分 99分 所以我就觉得 跟人家我就不再去 在这个平台上竞争了 为什么 因为第一 有好的是专业团队 他们就专门做这个了 因为主办方他也说了 有好多的团队提出 能不能添加自己的数据 就是说主办方提供的4400张图片 他们都觉得少 他们需要再添加自己的数据 同时要对这些数据进行掺水处理 掺水处理是非常正确的 正常的 我也是这么做的 但是他们自己居然还能够提供数据 帮主办方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专业团队 他们在做这个事 所以我就觉得 就是说 我就是个旁观者 跟他们学习就好 我就不再给他们正面竞争了 是吧 所以说 今后 但是我这小马AI的方向 我还是要做 我做什么呢 是这样 我就准备 还是按照我的以前的思路 我能够做到一个游戏AI 就说 我自己 因为我平时也喜欢玩游戏 对吧 但是呢 怎么说呢 我自己玩游戏 毕竟这个 手巢 MIS都有 那么我既然会 对象侦测的这种技术的话 能不能把它用于在 这个AI 这个游戏 这个智能AI上面 因为这个游戏AI 有好多的 怎么说呢 这个 现成的框架 对吧 主要都是这个强化学习的框架 我认为强化学习 不适合于所有的游戏 像我现在用的这款 您看 您看到我的画面 这个皇室战争 对吧 它就不特别适合强化学习 当然 我可以为这个皇室战争 建立一个强化学习的环境 让它支持强化学习 那么它就可以支持了 但是那样的话 我觉得成本太高 我采用方法 就是说 分析画面 对象监测 然后呢 想出我自己的这个思路 现在呢 我这两天呢 除了大数据AI建模 因为那个虽然是高手云集 但是我还要继续参加 参加它的1.2 包括这2.1 2.2 我都要参加 但是呢 可能这个名次 我想赢得大奖 报得美人归 这个估计有点困难 毕竟为什么说 高手团队太多 所以说我还是本着学习的目的吧 去采用大奖赛 那今后呢 我是这样 我还想就说 把我更多的精力嘛 放在我这个小马 AI玩游戏的这个领域上 同时呢 其他课程呢 我也会做 同时呢 会发到这个技术频道 另外呢 我今天这期视频 怎么说呢 还是做一个技术展示嘛 所以说 我还是发到我的技术频道 以后 等会的AI做的相对成熟了 胜率能达到 比如说七八成了 可能我就把我这个AI作战 AI玩游戏的这个视频 就发到我的游戏频道去了 或者说发到我的综合频道去了 就不放在技术频道 好不好 OK 那现在跟大家说 我现在AI到一个什么程度吧 是这样 这皇上战争 它是一个卡牌游戏 卡牌游戏呢 相对比较好做游戏的AI 或者说有好多人 都爱做这个游戏的bot 机器人 机器人话 有点太单纯 为什么 机器人无非就刷杯嘛 对吧 输多赢少 对吧 那么咱们既然不要 把我的程序定位在机器人 定位在AI的基础上的话 那么就也就是说 我呢 必须要提高我的胜率 那你才叫人工智能 如果你胜率比较低 只是在无位的 一位的出兵 那就不叫的人工智能 对不对 所以我今后还是奔着 咱们提高胜率的目的进行前进 那么我现在干的一个事 就是说 我呢 侦测游戏画面中所有的角色 标出它的位置 然后呢 再做我的这个策略 好吧 这是我大概一个框架 那么我现在做的模型呢 能标志出画面上 我要出哪些个卡牌 同时标记出画面上的塔台 现在是我现在这个 这版AI呢 还不能够做到 就是说标记出敌人 因为我现在把这个塔台 包括我的卡牌标记完之后 接下来我的工作 可能就需要做大量的建模 建出我这个敌人的模型 然后呢 去侦测画面上的样子 好不好 那咱们先手续 先看看我现在侦测 这个敌富帝王塔台 和我这个建立 我的这个卡牌的侦测 这个模型 大概样子 包括现在的圣水 我也能够侦测出来 好不好 OK 咱们试一试吧 那咱先小学 就用我的画面 然后咱们点一个 因为我现在 这个AI做的还不行了 对吧 所以咱们只是画面侦测 所以我点这个训练营 咱们试一试吧 好不好 OK 那咱们试一试 打一把 OK 来一下啊 好 大家请看 我现在卡牌的位置 包括的塔台 都能侦测到 对吧 然后呢 我先可以下牌了 比如说 我这下个大骷髅 下个恶布林 然后他如果 把敌人的塔台拆掉的话 那画面上就会 减少侦测 对吧 稍等 我等着遭到 我给你攻击 OK 目前的话呢 应该说 我是只能够 就是说 侦测到塔台 和我下面要出的 卡牌的位置 那么今后 我呢 会完善我的模型 做到就是说 我能够见到 所有的位置 包括这敌人在什么位置 然后根据敌人在的位置 我进行这个 出牌 这都是可以做到的 OK 以后像我现在 左边的骑士 以后我就准备 做一个模型 去侦测到它 其实是这样 咱们做这个模型 是需要大量的 这个工作 所以说 挺麻烦 这个真的是 尤其这个 黄色战争里面 提供了大概 90将100张卡牌 所以说 所有的模型 都侦测到的话 这其实是一个 挺大的工程 非常的耗时 所以说 我可能 花点时间吧 咱们把这个游戏模型 咱们好好地完善一下 OK 这是我基本的一个想法了 等等 这局虽然是 信任赶回 赶回赶掉算了 OK 下骷髅海了 哇 天哪 我都怕 敌人的弓箭啊 我还是用了 大骷髅弓一下 算了 这个模型的建立 我看一下 我准备 就是说 把这个 每一张图片 至少 每一个角色 至少要准备 一到两百张图片 然后它里面 如果有这个 九十 九九 一百张卡牌 我估计 我要准备 这个模型的 训练图片数 要破万了 所以说 这是一个 真挺大的 现在不是我的AI在玩 现在是我在玩 我在点这画面 大概就这么一种感觉 就是说 我今后 准备 也就是说 基于我对象真相的技术 能不能实现一个 游戏AI 以前我想做的 比如说 小胆生有点大 比如说 以前我想做的 街霸 包括这个JTA5 那个怎么说呢 不太适合于AI去玩这个游戏 包括JTA5的自动驾驶 可能就说 画面分析的话 我知道有一个朋友 他大概用了 十万张左右的数据 他才能够完成自动驾驶 他就把所有情况都考虑到 然后让分析画面 然后判断车的左右开 然后加速减速 大概用十万张数据 我估计可能也没那么多时间 但是我觉得 做这个卡牌游戏的话 还是比较适合 用AI来实现 所以说 我今后 可能花一定时间 咱们把这个游戏AI做出来 如果我是做的好 能成功的话 我就准备放到我的游戏频道 然后做成一个 咱们冲杯的这么一AI 如果要是做的不好 可能我还会 可能还通过不断的学习 把它完善好 这是我大概一个目的 好不好 OK 那么如果对小马AI感兴趣朋友 咱们可以一起讨论 一起学习 哪怕包括我进入制定策略的时候 咱们敌人侦测的敌人位置 在哪里 我是可以侦测到的 但是怎么出牌 怎么制定策略 有兴趣朋友 咱们一起讨论 好不好 OK 那这期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今后我会不定期的分析 给您分享小马AI的视频 也希望您能关注我的视频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再进入视频 再见咯 拜拜